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 在我身后的就是发射场的指挥控制大楼 那在这里呢 正在紧张进行的 就是嫦娥5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 系统间全区核链 那这次核链呢 是针对长征5号运载火箭 与嫦娥5号气件组合体 发射入轨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检验 那由于此次任务历时时间长 所以各个任务节点都要做到衔接紧密 本次任务呢 实际上总共有11个重大分离阶段 目前的实际上我们也认为是第一个分离阶段 就是发射入轨段 整个分离过程23天 有23次重大的轨道控制 还有6次的重大分离控制 以及动力下降 和远远起飞 交回对接等相关的这个历史上 都是很多风险比较高的项目 发射入轨阶段 是嫦娥5号奔越之路的第一步 这一步走得好不好 影响到后续一系列任务的展开效果 为了充分掌握器件组合体 发射入轨各项数据 此次核链当中 飞控中心同时对多项任务的执行情况 进行了检验 这次这个核链呢 它主要是演练这个发射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是要一个监视火箭的实时飞行 第二个要准确地计算出 探测器和火箭分离后的轨道 然后呢还要把后续的工作呢 特别是轨道控制 轨道预防 这些工作呢都要安排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应急处置的工作 也要同步完成 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忙碌 嫦娥5号发射前的系统间全区核链 今天上午圆满结束 通过这一次全区核链 充分检验了各系统之间的 协同配合能力 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他们还将密切关注 嫦娥5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动态